日方必须诚恳面对国内外这些质疑和反对 不能再继续装聋作哑 日本福岛核污染水处置问题 绝不是日本的家务室 核污水要是没有公害 日本为什么不自己留着 日本不应对全球海洋生态环境 和各国人民的健康安全置之不理 不应将该由自身承担的责任 转嫁给全人类 如果日方执意将自身私利 凌驾于国际公共利益之上 执意要迈出危险的第一步 日本国内民众不会答应 周边国家不会答应 国际社会也不会答应 日本政府也必将为自己 不负责任的行为付出代价 留下历史污点 对于日本兽命中 推荐了 もう一分装 我们 base 期 看